他9月29日在社交网站上向粉丝公布坏消息 只豆腐已经去世 徐祝贤公布讹号之前 首先放了一些豆腐的照片和短片悼念 留言纪念说 我们爱着的豆腐和我们打喝切的豆腐 可见他对爱犬豆腐相当不舍 徐祝贤说他有坏消息 很难向大家讲出口 花了很长时间去收拾心情才可以说出来 感谢每个喜欢和爱豆腐的朋友 请大家为豆腐祈祷 希望他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消息传出后 粉丝都纷纷留言安慰徐祝贤 希望他不要太伤心 又说豆腐很幸运 遇到他这个这么疼爱他的主人 少女时代成员徐祝贤也一样 非常疼爱爱犬豆腐 不过他9月29日在社交网站上向粉丝公布坏消息 只豆腐已经去世 徐祝贤公布恶号之前 首先放了一些豆腐的照片和短片悼念 留言纪念说 我们爱着的豆腐和我们打喝切的豆腐 可见他对爱犬豆腐相当不舍 徐祝贤说他有坏消息 很难向大家讲出口 花了很长时间去收拾心情才可以说出来 感谢每个喜欢和爱豆腐的朋友 请大家为豆腐祈祷 希望他可以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消息传出后 粉丝都纷纷留言安慰徐祝贤 希望他不要太伤心 又说豆腐很幸运 遇到他这个这么疼爱他的主人